Hello 大家好 我是David Lai 老师的先生 欢迎到我们的天天自然的 电磁卤料理的节目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 我会做一个New England Clam Chowder 这是新英格兰的这个巧达 这是我以前跟Lai 老师有住过Boston 你们住那边差不多一年半吧 是非常喜欢吃他们的这个 New England Clam Chowder 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餐厅 叫 Legal Seafood 不过蛮贵的 所以那时候就是 没办法还是去吃一两次 然后回来就要研究怎么做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用的材料 New England Clam Chowder 就是我找到在台湾这边的这个 马铃薯 这是比较小的好像低瓜布是不是 这是黄色的这个 马铃薯 我最近有用来做其他的菜 觉得蛮不错的 所以今天会用他 或者你可以 其他的这个马铃薯是OK的 我家里有这个的话 就是今天用这个 还有 白鲤香一点 Thyme 奶油 鲜奶油 Cream 然后一点面粉 新鲜的这个 蛤蜊 现在我在用 盐水来泡给它 先涂这个沙 主角就是蛤蜊啦 不过 还是培根 一般可能要用 两片吧 我这边的话就是 喜欢吃培根 就是用四片 就是真正的培根 不是台湾的一般 合成的 这个是真正的培根 然后还是有洋葱 还有海盐跟黑胡椒粉 我们现在 开始了 我先热下锅 然后现在开始 切这个培根 培根的话就是 这样 我叠起来的话 就是这样 切 小块小块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Ligo seafood那边的话 我发现就是 他们是有用培根在里面 怪不得那么好吃 所以你有时间去这个 Boston的话 在美国那边的 东北部的话 可以去试试看 好 我跟Ligo是可能 今年或者明年 冲天要去 那边看一下 他们那边的 枫叶 就是很漂亮 我们不太建议 你去美国的这个 东北部 在冬天的时候 因为特别特别冷 因为有一年 我们住那边的话 应该 大概是 这个时间 就是 4月冬的时候 就是下很大雪 我们 吓死了 我们车子 就是给这个雪 就是 摆在里面 很多很多雪 我培根 你看那么多 弄好的话 我现在就放在这锅 给它 入入一下 调高 因为培根 它就是很油嘛 所以我不要特别再加油在里面 然后这个培根放进去的话 先炒一下下 再等它的话 我再先切这个洋葱 洋葱就是 也是切 小块小块的 这样就OK了 然后切小块小块 这样就OK了 因为我现在就用一个 猪铁锅 就是它比较厚 要花多一点时间来给它 它才特别特别温 再炒一两分钟吧 然后再加洋葱 好 这个现在我们培根就是 哇 单位出来了 已经炒了差不多 两分钟吧 然后现在我们再放这个 洋葱进去 可以炒一炒 然后刚才忘记了就是 没有介绍 就是我们今天的汤底 就是用天天自然的这个 鱼精 来做这个 汤底 然后我们今天做 两包嘛 就是再加 600克的水 这个洋葱要炒到给它 就是 差不多 Bolden Brown 这个 也是差不多 金颜色的 我现在再 切一下这个 马铃薯 马铃薯的话就是 切小颗小颗这样就OK了 这个马铃薯 我们等一下可以直接放 在汤里面 或者 要快的话 我就是先把它 微波一下 这样的话等一下它煮比较快 所以我就是 放进去然后再微波炉 微波差不多 5分钟 好 这个 马铃薯 切好了再加一点 一点点海盐 我放进去两块这个 奶油 然后我再 加一点点水 现在我会放在微波 微波5分钟 它会比较乱 然后再加一点 这个培根跟洋葱 已经好了 我现在把它先挖出来 如果你有两个锅的话 你不要拿出来 就直接加汤再进去 现在就是今天只是用一个锅 今天下一步我们要做一个勾芡 法国的一个叫乳 好我先放一边 擦一下 OK 现在的话就是 我一开始做这个勾芡 就是放两块这个 奶油进去 做乳的话 做这个法国的这个勾芡的话 应该是放多少奶油的话 就放多少这个面粉 这是1比1 然后就是把它炒炒 我觉得 这样做法比像我们 做中国菜的话 做勾芡的话 就是放这个 玉米粉 或者这个生粉 然后再加水嘛 就这样我觉得这个淀粉 就特别的 太多了 因为它有奶油的话 我觉得这样应该对 血糖的话 比较不会 那么大影响 对我们这个鹿就是 可以看到它就是已经 金黄了嘛 我们把这个 水跟汤放进去 然后放进去的话 要用这个来搅搅比较好 就把它这样弄搅三 你看现在就开始浓缩了 就这样才像当这个 水而已 然后现在就是我们开始放这个 天天自然的这个鱼精 进去 这个 Clam Chowder的话 它的比是 英文叫Fish Star 我们就是用鱼精 这个我们这样做的话 应该可以 4到6人分吧 我先盖锅给它滚 这样的话应该差不多 可能要5分钟吧 好 哇 OK 看一下这个汤已经花掉了 然后刚才的这个 微波炉里面拿出来的 这个马铃薯 已经煮好了 你看现在很软 对这个真的特别漂亮 现在就是可以把它倒进去 然后点这个培根跟这个洋葱 放进去 然后我们的这个 香料 百里香 放一点进去 再搅一搅 然后我们在台湾就很幸运 因为美国的话很难买到这种新鲜的 蛤蜊 Clam 一般的话就是我在美国做的话 只有用关头的 在餐厅也是 很难吃得到 他们已经剥好了 我觉得有时候 一些餐厅他们也是用关头的 刚才这个蛤蜊的话 我已经捞出来 再洗锅一遍 他们已经出完沙了嘛 现在汤已经滚了 那行我现在 先 试一下这个汤来 再开始 调味 为什么这样做呢 因为刚才放那么多东西 不知道里面的咸度 我现在这样 先试一下 这样大概可以知道 就是要放多少盐 跟胡椒粉 再加点 黑胡椒粉 我 调味的话 就是我慢慢来 就一层一层 怕就是放太多的话 就没办法剪嘛 对不对 如果放不够的话 还可以慢慢加 好 现在这样的话 我们现在就是 把这个 蛤蜊放进去 好 蛤蜊一开的话 我们就差不多了 最后的话 我现在把这个 火变成 慢火 然后再加这个 鲜奶油 因为鲜奶油放进去 没办法给它打滚 一打滚的话 它会 就是像 热豆这样 就是你加醋进去 它会稠起来嘛 鲜奶油会一样 所以你就是 没办法给它打滚 电池炉的话 我已经调整 第二了 小火 我们再等 差不多 三分钟 这样的话 这个 蛤蜊一开的话 就是可以吃了 好 你看现在这个 蛤蜊开始开了 有没有差不多了 最后再试一下 我觉得OK了 我要叫赖老师来 吃东西了 老婆吃饭咯 好 老婆今天 帮你做这个 New England Clam Chowder 记得我们以前 在Boston 住吗 I know 这是用这个 Golden Potato 来做的 我以前在Boston 住的时候 太穷了 对啊 我们 一直 没有去吃那家很贵的 那叫什么 Legal Seafood 有吃几次啦 我只有吃一次 我吃两次啦 你是因为公司带你去啊 对对对 我觉得你现在在做笔钱更好 你要吃个消化 这个有 乳奶在里面 OKOK 吃两克 我们都有乳糖不耐 所以就 这里面有 分解乳糖的酵素 那我试一下 试试看 我们后来 回Boston 在去 Legal Seafood吃的时候 发现它有偷工减料 比以前差很多 来吃看你的 这个我们做跟他们不一样的 这个汤底是什么 这是用这个我们的鱼精 来做的 Oh my god So good 我们用台湾的新鲜的蛤蜊来做 不是罐虹的蛤蜊 我们在这里美国 这用罐虹的 对啊 这个是新鲜的 怎么样 很鲜 很鲜嘛 很鲜 我看你有哪家 Bagon Bagon 对对对 这是它的secret 对不这个Legal Seafood有加了 没有加那么多啦 我听人家讲说 很好吃的牛肉面的汤底 其实都有再加一点猪肉 它那个鲜味不一样 因为它不是罐头的 不是不是 然后我们这个鱼精 已经熬出来那么久了 嗯 这个有差 太好吃了 有喝吗 特别Boston好喝 哦呦这样 那么滑 好像有这样多桌 这个Davis Clang Chara 好喝好喝 谢谢大家看我们的 天天自然的这个电磁炉料理 如果喜欢看的话 就是 请帮我按个赞 然后帮我 subscribe一下这个 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然后就是 我们会在做 好吃的东西跟你们分享 好谢谢 拜拜 下次见 拜拜 谢谢 再见